京北有一个重镇叫古北口 它作为长城要塞和燕京的门户 具有了传奇的色彩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地域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古北口镇 然后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走一走 位于古北口镇的攀龙山长城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里了 然后这边有几公里的路程 哈喽 看到了吗 眼处已经能够看到连绵不绝的这个长城 在山脊的这个位置上 真的好漂亮 这里已经再没有修过的时间了 要开始从长城的残墙上登上去 行吗有路吗 记录下来你 摔下来摔屁堆的样子 小心哦 眼前呢就是 潘龙山长城的制高点 将军楼对吧 虽然被烫出了一条小路 但是两侧的这个杂草 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今年确实雨水也还可以哈 所以花花草草们 吸出了很多自然的养分呢 哇 好凉快啊这里边 特别凉快 1933年3月 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古北口 中国军队17军25师 进行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期间 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就是将军楼 时任25师师长的关林征 就是在争国将军楼时 被枪榴弹炸伤多处 严重负伤 仍坚持指挥部队英勇杀敌 终于击退了敌人 占领高地 将军楼曾受日军炮火猛烈轰击 如今仍很坚固 顶部的堕口 已完全被当初的炮火击毁 还有一个被炮弹炸出来的大洞 你看那儿那个座山 比别的山都更陡峭一点 像个火山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 但是就很漂亮了 对吧 它跟别的山的山的形状不一样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枣 一直沿着这个枣 走过去 不会有阵的长龙山 可以出去了 我知道了 我还说那个山那么显样 那个应该就是卧虎山 对 我们这儿是盘龙山 那是卧虎山 卧虎山就是比盘龙山更高 所以那边还有长城 然后那边的高处就是虎头 然后它虎尾朝向这个潮河 就是这个水关的关口这儿 然后我们这边是 盘龙山是龙头在这边 在东侧 然后一直这样蜿蜒过来以后 龙尾扎到了潮河的中间 我们正在这个山顶流连 然后看地图看导航 回身一看 云已经黑成了这个样子 好吓人啊 千万不要让我们赶上大暴雨啊 虽然我们带了雨衣 但是担心下山的路太滑呀 或者各方面 因为登山出来玩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受伤 如果不会受伤的话呢 就是应急的方式就会很多 好吧 我们加快速度 好 继续行进 好 继续行进 刚才儿子拍了好像特别漂亮的照片 但这里边坍塌的比较严重 好 继续行进 下起来了 雨已经下起来了 那片乌云 嗯 这样追过来是吧 对 一个是我们在这里避雨 但是这很危险 看来我们没有办法去冬面了 雨很大 我们打算把雨衣拿出来 而且我觉得咱们还是尽快下山的 好吗 好的 我尽快下山的 嗯 我们就是紧张着有序 不要那个 不要荒乱 哇 多好大 我这个人 你都上过来 三个雨都拿出来了是吧 真的 好的 你先穿 你先穿 我先穿 把这个给我收起来 这是你的 放到包里 先换好雨了 我们准备开始行进了 天气既然有变化 我们等一下的行程 就要随时调整了 哇 越得越大了 那远处的那个卧虎山 已经被云层给盖住了 四处雾默的一片 看得到雨雾的样子吗 哇哦 说实话 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再拍两下 我就要把照片收起来了 真的不敢再拍了 好大雨啊 好了 祝我们一切平安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很艰难的在行进 看到非常水 刚刚有些地方 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积水 然后汪起来了 这会儿路稍微好走了一点 我把相机拿出来稍微的拍两下 还好我们走下并没有很很远 我们应该还能够很快的回到我们的车上去 这会儿雨稍微的小了一点 但是看山上已经开始往下淌水了 顺着这个楼梯 再往下这个楼梯 我们就一直可以走下去 走到停车场了 所以我才敢逃出这个相机来 简单的拍两下 还是挺吓人的 刚才雨真的好大好大 这会儿雨稍微小点了 我们也已经成功下撤 天气不好 就尽快的以安全作为第一药物 然后选择下撤 我们现在应该离停车场已经不远了 下次我们再来咯